屁已想过本王会怎么对付你了 本王问你 公夷成之死 是不是出自你的手臂 义父心中 应该早有答案了 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 他在京中太过招摇 引起了朝廷警觉 若不杀他 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切 都会毁于一旦 我是逼不得已 那为什么通州一役之前 本王没有从你那里收到任何的消息 如今你站在本王的面前 还敢撒谎 义父 杜君所言句句属实 京中鱼龙混杂 想与精灵传信谈何容易 况且 杜君前往通州 为了救世破坏朝廷的计划 这途中还险些暴露身份 只可惜最终阻止不及 但我心忠诚 亦如往昔 好一个亦如往昔 回想起来 当年你就是这般巧言吝啬 说服本王同意你去京城布局 却一步步脱离了本王的掌控 协为 你可别忘了 当年是谁逼得你们母子分离 是谁在城门之上要娶你救命 又是谁在尸身火海中饶你不死 这么多年来 本王悉心栽培你 可是没想到 本王竟培养出一大祸患 如今 连大跃之局 都被你给毁了 你 京城所为 只为京陵 绝无其门 大跃之时 我事先并不只是一副谋划 带刀知晓 已是无力回天 是吗 好 那本王今天 就让你说实话 住手